看过静,双城的小伙伴是否有一个疑问,深爱着白鹰的苏摩,为何不敢跟白鹰表白? 这其中有太多故事,需要回到静,朱妍,从苏摩的童年开始说起。 来不及换一声姐姐,就因为阴谋与她错过。 出遇苏摩那一年,她还只是一个八岁的孩子,实际上是娇人72岁,属于童年期。 在滴水成冰的苏萨哈鲁,她衣衫蓝绿,手脚结疮,双腿拖着冰冷的锁链,而身体则艰难地在地上爬行。 她把从干水里捞出的囊饼留给母亲,而自己则如也寿斑绷紧几倍,准备随时扑向敌友莫变的朱妍。 童年的苏摩冷漠又暴躁,对母亲以外的人都充满敌意,因此她错过了朱妍的第一次相救,也侥幸地躲过了石影对娇人的朱沙。 一个瘦弱的孩子拖着残疾的母亲该如何在遮天蔽日的风雪里逃生,又是如何被过路的伤骨带到,他们到底跋涉过多远的路,挨过多少的苦。 只知道在遇苏摩时,她的母亲在避让朱妍车队时意外去世,她从此成了真正的孤儿。 即便如此,倔强的孩子也没有选择朱妍的第二次庇护,而是独自拖着母亲的尸体,直到将她安葬于碧落海中。 碧落海曾是所有娇人的故乡。 七千年前,空丧先祖星尊帝灭亡海国,使无数娇人成为背井离乡的奴隶。 末代海皇为了保留种族力量,将血脉凝结成猪,直到七千年后的一个满月之夜,一个女娇人误吞了这颗海底浮出来的明珠,才生下了苏摩。 苏摩是海皇的血液,是背负着归邪,星象的空丧灾星,更是无数娇人心中唯一的复国希望。 幼小的孩子承受着双重危机,一方想要置她于死地,而另一方则想要利用她的力量。 唯有朱妍是一个例外,也许因为她的初恋是娇人,也许因为苏摩母亲的临终嘱托,又或许只是少女的天性使然。 十八岁的朱妍对苏摩有着天生的好感,她将苏摩从娇人复国军手里夺回后,就安顿在王府里精心照顾,陪她一起在唐国纸中看海,给她折会飞的纸贺,甚至还把空丧的九仪秘术传授给她。 这一切的初衷,只是想让这个冷漠而孤独的孩子快乐。 但是苏摩的童年太过坎坷,因为镜像孪生,苏摩的腹部高高隆起,其中的胎儿反噬宿主, 令她日渐虚弱,加之她错误地修习了火系术法,致使体温升高,昏迷不醒。 朱妍背着病弱的孩子穿梭在剿灭娇人复国军的战场上,城市在战争中破败不堪,孩子只能在露天的废墟里进行手术。 因为朱妍佩戴的龙血骨玉,苏摩免于在手术中死去,但是两人却阴差阳错地失散于人海,此生不复相见。 手术的大夫是娇人副国军的卧底,他没有把苏摩送回王府,而是转手送回副国军大营。 娇人长老们为了确认海皇血脉的私心,决定将苏摩送到苍吾之渊,请求神龙庇佑。 身份毋庸置疑,苏摩也被救了回来,但娇人长老不许他再见朱妍,海皇怎么可以任空丧人做姐姐? 为此,他们联合苏摩唯一信任的娇人如仪,用大梦之术给他导演了一场空丧郡主抛弃娇人弟弟的戏码。 来不及换一声姐姐,就因为阴谋与他错过。 孤独的孩子自此恨透了空丧人,也因为这场阴谋的情景而亲手刺瞎了自己的双眼。 尽管他在如意的愧疚里终于逃离副国军大营,却也从此逃进了更深的孤独。 此后的七十年中,苏摩带着弟弟苏诺独自生活在东泽的南加密林深处,为了忘却而孤独。 从苏摩的童年里,似乎找到了一部分他不敢说爱的缘由。 从小像小猫小狗一样被关在笼子里,让他不懂得如何与人沟通,不知道如何表达感情, 缺乏父母关爱和引导,又因出身和先天残疾而备受迫害,让他害怕跟人产生亲密关系, 唯一的温暖被族人用仇恨抹杀,让他不肯再轻易相信任何人。 带着这种种痛苦的经历和感情,才见到了静、双城中的少年苏摩。 没勇气说一句爱你,就因为怨恨与他分离。 从南加密林中走出的时候,空丧已经历经三代, 也许是为了追寻朱颜姐姐的最后一点念想,少年苏摩尝试潜入帝王谷, 却在途中不幸被空丧人抓获,再次失去了自由。 现实的残酷,远胜数法。 苏摩在奴隶竹手里遭受到了极大的折磨和摧残, 终于抹去了他心底对于空丧人的最后一丝稀迹。 几经辗转,他最终被送进了亲王府,登上了前蓝白塔,成为了那场倾国之乱的元凶。 说到底,空丧的灭亡跟苏摩是毫不相干的。 他只是这个腐朽王朝里一颗任人摆布的棋子, 是亲王妄图左右空丧继承人的罪证, 而这颗棋子选择被摆布,只是为了换取自己的自由。 也许连寻找苏摩一辈子的朱颜也没有料到, 正因为他当年勇敢地以血世重燃心魂, 才潜移默化地改写了空丧未来的国运, 让作为自己直系血液的白鹰遇到苏摩。 与白鹰出见时,苏摩还只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, 朱颜中七十二岁加七十年独自生活, 加十年左右的奴隶生活, 等到登上前蓝白塔,应该是一百五十到一百六十岁之间。 带着亲王的阴谋和内心的刻骨仇恨, 苏摩本打算在前蓝白塔上痛快地报复一场, 却意外地遇到了他黑暗人生里唯一的光明。 那是一个安静而羞涩的少女。 从十五岁起, 白鹰就远离了所有家人, 独自居住在云荒最高处的前蓝神殿中, 接受着女官和大司命的教导, 准备在十八岁的时候嫁给空丧太子。 也许正是这样的孤独, 让少年的苏摩和白鹰惺惺相惜。 少年会傀儡戏, 于是就用自己的傀儡玩偶给少女孤独的生活送去伙伴。 少年在少女的眉目里依稀寻到了那个姐姐的影子, 因此就用从姐姐那里习得的小法术幻化出蝴蝶, 再次温暖了姐姐的后裔。 也许连当年的苏摩也未发觉, 他们就是在这样的陪伴中逐渐地爱上了彼此。 只是少年苏摩无法阻止内心的阴暗, 他选择在白鹰大婚之前实施轻盲的阴谋, 触碰了他额前象征纯洁的封印。 当白鹰穿着大婚喜服从前蓝白塔上一跃而下的时候, 苏摩才真正相信了他的真心, 可是一切还是迟了, 他眼睁睁地看着心中的爱人跳下高塔, 而他无力挽回。 没勇气说一句爱你, 就因为怨恨与他分离。 从苏摩的少年经历里, 知道了他不敢说爱的真正理由。 现实无情的摧残让他不相信任何一个人。 亲王的阴谋和自由的诱惑, 让他始终无法看清自己的内心想法, 不敢接受自己爱上他人。 看着心爱的人在眼前跳下高塔, 从此生死永隔, 让苏摩永远地失去了说爱的本能。 这样的不信, 不敢, 不能, 将苏摩彻底地放逐于云荒之外, 他来不及跟心爱的人表白, 就从此失去了他。